注意看 这个女人正在野外闲逛 可没想到 泥土里面伸出了一只手 吓得她摔倒在地 里面的手又伸了出来 真是太诡异了 吓得女人转身逃跑 这是怎么回事 女人找来了附近的一个小伙 看着泥土上的手 两人惊呆了 里面竟然冒出了烟雾 真是奇了怪了 小伙小心地靠近 想捡起地上的手 可突然地上的手 缩回了洞穴里 这难道是被什么动物吃剩下的吗 真是可怕 小伙把洞口泥土都拨弄开 有点时疑 他小心地拉住 可没想到 手也缩回洞穴里 小伙出手继续掏泥土 可这速度也太慢 小伙拿起旁边的铲子 开始扩大洞口 洞穴里又冒出了烟雾 真是太诡异了 小伙把手伸进了洞穴里摸索 突然他抓起了一个东西 竟然是长虫的尾巴 吓得他赶紧放手 这里面难道是一个蛇窝吗 那这手难道是怪物吃剩下的吗 真是太可怕了 可那只手明明在活动 难道里面还有一个人吗 小伙想要出手救援 可这时里面的长虫出现在洞口边 吓得他不敢动它 小伙缓了缓不起勇气出手 抓住了里面的长虫 把他拉了出来 可惜长虫又逃回了洞穴里 小伙小心地出手 在洞穴里摸索 不能离开 他把长虫抓了出来 大家伙意识到了危机逃走 女人小心地凑近洞口查看 可突然里面又冒出了一条黑色长虫 吓得他转身逃跑 里面的长虫也游了出来 里面的人好像苏醒了 在不停地呼救 小伙把脚伸进洞穴里 想要救援 可惜没什么用 不断地摸索 他赶紧出手 在洞穴里摸索 可没想到里面还有长虫的身影 吓得他们赶紧逃跑